记者红素金综合报道许人杰婚变风波持续 图料召许人杰2019年和圈外女友亚希结婚 没想到老却在私人那个表示自己曾活在恐惧中 爆出婚变 许杰日前发声明虽否认离婚 但彼此还在为两人因做努力 而日前许人杰发出声明表示 也在那 我才经节这两年的收入 与花费完全不成正比 全所剩无几 所以在今年4月我就坚持向经济 私表示 我的个人收入回到我本人户头 试着学管控家庭的开销及支出 控诉老婆把钱花光 而早正公布人反击 在脸书上表示 钱都是用在家 不是被我花光的 你一直都知道我用自己的存 在店前 汇款记录账单收据我都留着 许人结婚 风波持续 正宫发声 图翻设字脸书许人结再生 终表示亚裔 没房贷 没车贷的情况下 虽之前收不算顶高 但也比一般上班族好过 什么时候会的一点钱都不剩 这也是我正在认真面对吉里的事情 我有与太太沟通过 未来在花销上 我们提出单据来讨论每一笔花销的可行性 但目前指 我一直没收到任何讨论的回应 有关经济问 一再的沟通也让我们夫妻心力交瘁 而这一切 在近黄金剧组前就已存在了 并非什么六月号 人都变了 对此正公发文解释 哥哥说的都是实 全都是有评有据 等待你的直接理性沟通 也可直接找我的律师协商 你的自残和情绪问题是 我怀孕就有的 钱都是用在家用 不是被我花光 你一直都知道 我用自己的存款在店前 汇款计 账单收据我都留着 正公不忍开私药对不公堂